台风来势汹汹 最快明天就可能会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趁着风雨还没有来 宜兰乌石港跟花莲渔港 一早都赶快把船只绑好 做好防台准备 桃园机场也超前部署 做好了沙包防洪 还在地下室装上了防水闸门 做好万全准备 好 可以看得到 20号一大早 宜兰乌石港就有许多渔民船家 顶着大泰洋乘着小阀 在渔港内忙进忙出 要把所有渔船 赏金船通通绑好固定 烟花台风虽然预测路径 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但暴风侵袭的几率大幅提高 将所有的船都已经固定好了 因应的措施就是万全的准备 准备复当的话 大家才会安全 由于台风有增强为 中度台风的可能性 暴风圈范围加大 花莲渔港渔民也忙着 为渔港上代修的渔船 做紧急处置 让渔船尽快回到水上 就怕风雨增强 造成船只损毁 酿成更大损失 首先我们会把我们的船只 全部都能够固定好 绑牢 另外在船只上的倾销 因为有台风的侵袭 可能会有脏东西污染 所以我们会特别的加强 而国门桃源机场 防台作业也超前部署 工程人已经将一个个沙包 一一填满摆放在容易淹水的地方 而在地下室各大出入口 装上可拆室 防水闸门 防台工作毫不马虎 趁着风雨还没洗台 各地防台作业通通动起来 就希望可以将灾害降到最低 据有综合报道